The secret of achievement is to hold the picture of a successful outcome in mind 都会很有帮助 所以一方面学英文 一方面可以激励自己的内心往成功的方向来走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句英文 把它利用六个符号简单的做分析 然后再念诵一下 我们不但可以把这个英文句子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我们能够把它记忆不忘 成为心中的一个座有名 然后鼓励自己来成功来进去 我们就来欣赏这句英文 The secret这个叫做秘密 什么样的秘密呢 我们来做分割线 介细词做分割 of achievement 这个叫成就 成就的一个秘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的秘诀呢 动词是is就在于啊 to hold a picture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单位 叫做补语 就是去掌握住一个图像 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呢 我们又做分割 介细词做分割 of a successful outcome 一个成功的一个结果的 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在什么地方拥有这个图像呢 最后来个副词片语 也是以介绍做分割 in mind 在我们的心里头 有一个成功的景象先有了 你再去做事 这就是我们能够成功的一个秘诀 这句话真的很好 相信自己能成功 再去做事 你就能成功 我们是不是再来欣赏一下 the secret of achievement 成功的一个秘诀呢 is就是 就是怎么样呢 to hold a picture 去握有一个图像 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呢 of a successful outcome 一个成功的一个图像 在哪里呢 in mind 在我们的心里头